菲律賓總統的有關言論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非建交公報 嚴重違背非方對中方所做的政治承諾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已於第一時間向非方提出強烈抗議 今天上午 農榮部長助理召見菲律賓駐華大使 提出嚴正交涉 敦促非方給中方一個負責任的交代 台灣地區選舉結果 改變不了兩岸關係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阻擋不了中國終將統一 也必然統一的大事 我們正告非方 不要在台灣問題上玩虎 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非建交公報 立即停止在涉台問題上的錯誤言行 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我們建議馬克思總統多讀讀書 正確了解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 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